好 该会不会焦掉吧 哦 好好累啊 大家好 我是Mira 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做这个 蛋饼 台湾蛋饼 现在我加了其实是存在一位台湾的朋友 你要过来吗 你要补口红吗 你补完了吗 然后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蛋饼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所以想说难得王子也在这边 想说好 那就一起来吃吧 我们加油 然后其实我今天做的蛋饼是有难度的 我不是买那种台湾现做的蛋饼皮 所以我就准备做的面粉 然后雪粉 有0%都是自己做这个台湾蛋饼 首先就是有葱 为什么台湾的蛋饼一定要有葱 就是他们那个类型都是 所以几乎没有没有葱的蛋饼 好像我们都有葱 葱抓饼也有葱啊 切葱 考验我的功力 切葱也会很刺眼睛 漂亮 然后来就有做这个饼皮的部分 它说面粉80克 可是我怎么知道 没有两杯吗 我没有两杯 他不可以这样 那我怎么办 你只能靠感觉 这很危险耶 等一下 这边是1kg 1公斤 所以80克是 糟糕 怎么办 傻眼猫咪 啊 100毫升的水 等于约100克 但是你水有凉的那个杯子 我有我有我有 其实为什么忽然间会想做蛋饼呢 是因为忽然间真的很想吃 蛋饼是很Q彈Q彈的质感 然后我本来是非常喜欢吃 这些Q彈质感的东西 但其实本来不是想自制 是因为我韩国没有这个蛋饼皮 买 所以就为了是这样 我觉得我乱乱乱 就是料理 就是有挑战的那个心就好 对不对 对哦 这里是有大概80g 可是我觉得好像分量蛮多的耶 还好我觉得 过起来他就会 没有看起来这么多 我不知道 下一个就是 木薯粉 番薯粉 20g 也是随便了 真随便 OK 够了耶 盐巴是一点点 因为它要有味道 要滴 差不多了 好 落下 然后就直接200ml的水 好 落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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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是这么稀的吗 结果超失败 大失败 不会啦 蛋饼怎么可能 我觉得蛋饼是个很容易的事物 应该是吧 上网看一下好了 为什么 蛋饼 欸真的耶 我觉得大家的量是比较 那你就加一点 人生好累啊 这比较有感觉 感觉来了是不是 其实我不知道 我很少会用面粉来做食物 好 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随意了 然后加葱 很美耶 我不加好了 好吃的 好 可以来煎了 好了 蛋饼里面的馅 我就预备了几款 这个呢 方面就是有粟米 然后这个有火腿 芝士 还有海柳 然后这个我最喜欢的奶吃 它是 飞鱼籽 蟹籽 这个非常好吃 然后还有这个沙律酱 好 来咯 我先喝净净 然后王子的它就是一直在旁边拍照 哦 可是我觉得它 它是两块的蛋饼 嗯 好像也蛮成功的啦 是不是 嗯 太大 嗯 因为它跟它小骨吧 我不知道耶 它该会不会焦掉吧 我看不到在这边 它不够耶 这边不够 哦 好像有模有样哦 好 反正我做的就是要吃嘛 对 就算它的口感如何 我还是要吃 对不对 它这边好像已经有点熟 哦 它脆脆的 哦 它可以整块这样子耶 诶 我觉得我有成功 哦 我好累啊 然后我还要煎蛋耶 等一下我现在 手忙脚乱真的 我觉得OK耶 要不然你先翻 然后等下再翻也很好 可是好好难翻哦 对真的 哇 哇 哇 好像有成功 我们自己过中秋节 现在很开心哦 哦 非常成功 拿起来 你懂吗 好 先放在旁边量一下 它熟了吗 熟啦 不会啦 你吃生的面粉也不会怎样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这样对吗 我不知道 我好香 我觉得我整个家都很香 好香哦 我刚刚吃这个细肉堡 嗯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啊 自己说 自己讲 只要我今天成功了 我以后要做蛋饼就超容易 因为就知道它怎么做 是天才厨师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自己讲 哦 perfect 好 应该可以了 这个 先把它起来 对 这才对嘛 然后这个就刚刚 就是这样 随便用眼睛去量的一个分量 大概 一人睡得了 我不知道 随便吧 放在这个面壶上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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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搞不好待会超难吃也有可能 不要这样 哈哈哈哈 我们的晚餐 我觉得现在就像葱油饼 厚版 Q版的葱油饼 哦 煎蛋的部分 煎蛋了 赶快把它下去 对不对 对 它不能太熟的关系 所以就赶快把它 翻过来 加我的料了对不对 对 真的吗 哇 然后加那个 美乃滋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怎么把它卷起来 怎么把它卷起来 天哪 哎 好像有哦 啊好可爱哦 然后就赶快把它盖上 这看起来又是一个很好吃的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失败 你吃不太快翻了 有点心急 好来 啊我突然觉得就是做早餐店的人很厉害 对 好 最后一个 好 好 起司 因为太焦了 我觉得 好来了我要把它卷了 我其实最期待是这个火腿起司 我们晚上10点再吃 早上10点吃的东西 漂亮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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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哦 耶 我的蛋饼 有蛋饼 有蛋饼味 有没有有没有 看起来就是蛋饼 我好担心 欸它的聲音至少很好聽 可是我覺得我的餅皮真的太失敗了 它有E出來 這個其實有一點有一點 好緊張喔 到底它的感覺是如何 你做你先吃 我覺得沒有什麼蛋餅的感覺 有點像那個韓國的餅 對韓國的餅 我小比較Q一點的欸 吃別的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玉米好像煎得比較成功 欸這好厲害喔 我覺得它不夠味 啊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之前吃的蛋餅都是比較鹹的 我覺得不夠鹹的 我覺得加了應該比較好吃 加了哪些啊它真的好吃 我覺得應該再Q一點才會像蛋餅 不好意思 我要吃第三種 越切越越越大塊 可是它的橫切麵是很漂亮 嗯很真材實料 蛋餅一塊多少塊 嗯現在應該30以上 好那我賣25 25買因為料很多 喔我本來會以為我會一吃然後就啊 然後超幸福的感覺 結果沒有喔我覺得就是 陳野是在蛋皮 白夜是在蛋皮 我覺得是那個高筋麵粉跟低筋麵粉 我買的是低筋的 我本來是想買高筋的 可是因為它怕說很Q然後太硬 我也不確定它是因為我粉價太少還是怎樣 它好好吃喔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這個 我覺得玉米 反而是那個起司火腿最還好 我覺得是用起司不一樣 好所以今天的第一次挑戰做蛋餅是 失敗 失敗嗎 對是失敗 算成功嗎 我覺得一半一半 因為就是至少我有把 它的外表是蛋餅 我覺得它沒有到太鹹 嗯 我覺得不然我那個 那個薯粉我加 可能一比一可能就會很下 會達到我們想要吃那個很Q的狀態 嗯 好啦那我今天的MIRROR傳聞就到此為止了 雖然沒有達到我本身的期望 但我覺得 算是成功了一半 所以我覺得我下次做蛋餅就會成功了 好啦 那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幫我來支持我 記得followiJoy的Facebook 可以知道多一點有關於我的生活 記得按訂閱和留言鈴鐺 就不要做個追蹤的影片 然後網址的頻道也要訂閱 雖然它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下一個影片 好喔 對好 然後大家可以訂閱它 然後就是去 吹一下它出片喔 好 那 好啦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Bye Bye